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当长 我们今天来讲一讲说 这个为什么要学佛 为什么要学佛 这个人啊 在这个世间 有很多的苦恼 只是这个苦恼呢 大家不一定觉察得到 像乐它就是一种坏苦 苦呢是苦苦 那么重来你有修行 有道德有学问 这个呢佛教呢 把它归为行苦 不究竟故啊 乐呢是坏苦 大家在现在 现在的人他很贪着 乐的享受 我要吃好的用好的 但是大家可以去反观一下 这个乐为什么是一种坏苦 它不长久 终归坏灭 比如说我们很喜欢吃一样东西 这样东西你一直吃一直吃 吃它吃上它七天 吃上它一个礼拜 一个月 那就会感觉恶心了 所以说 所以说啊 这个乐 它不是一种长久的 而我们呢 众生却不以为 它可以长久保持 却不以为 我可以得得到它 我的心可以攀取到它 实际上 连自己的心 都尚且是一种妄想 的一种状态 心随进转 那怎么又有进可攀取 所以说妄心是无体的 没有体相的 它不实在的 那我们却认为它是有的 却不以为它是真实的 就好像我们把梦境当作是 真正存在 然后呢 譬如说你在做梦当中 你得到了你梦见的 你想要的 这个财富啊 名利啊 种种的人事物 你都得到了 那你梦醒了以后 你还把梦境当作是真的 所以佛说这个人啊 叫做颠倒 那我们学佛啊 为什么要学 就是要去看破这一层 因为如果没有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说出来啊 我们是永远都不会觉悟的 永远都不会了解的 譬如说像家心眷属 有的家庭确实很和乐 但是呢 难免哀禅老病了 有的人身体健康 又富贵 但是呢 终归啊 散灭 但是一般的众生 他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 不知道这种状况 他是如影随形的跟着我们 那在这个人生当中 他就 他就一直以为是可以去追寻 可以去寻求的 所以呢 造作贪嗔痴 造作贪嗔痴 损人利己 在生活当中 他就想了 想自己的 比想众生的还多 看看呢 能不能啊 大家 所谓 像这个无量寿星讲 希望他利用之攻击啊 希望把别人的利益 把别人的这个财富 把别人的名利 变成是自己的 把这些 密文利啊 全部啊 都揽到自己身上 那实际上呢 这个在佛经上告诉我们 就是把业障都往自己身上放 把业障都往自己身上放 所以呢 我们如果不学佛 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一层道 就像一般人的一个生活模式 从小 这个 读书 然后工作 结婚 生小孩 这一个模式这样去走 所以永远都不知道说 有一法可以离一切诸恶道苦 能够离开这个名利 五一六成 能够得到清净 能够得到法喜 因为有一种欢喜啊 有一种快乐 它是超于这种物质 以及精神上的 什么叫超于物质 这超于物质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超于精神 超于精神上的 那这个就不容易了解 因为我们的精神 我们现在的精神啊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叫六成圆影心 是 什么呢 什么叫六成圆影啊 你六根 六根眼耳鼻舌身一 攀圆 六成 色身相位错法 所留下来的影像 存起来的 这个档案 你以为是自己 所以你看 迷了好几成啊 迷失了非常的严重 所以呢 我们在六根八月六成感觉到 热受苦受 活在经上告诉我们 是虚妄 是不实的 所以呢 叫我们要放下 所以说 学佛它是超过一般的物质 以及精神的 不是我们世间啊 所谓非思良处 非是言语之所能知啊 这个叫伐喜 像有些同修来道场 他说我道道场伐喜 那我就再观察一下他 他的伐喜是来这里讲话 来这里散乱的 这个伐喜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伐喜 这个是 一样是属于散乱 只是说他心有攀取到他想要的东西 想要的静缘 所以他觉得很高兴 这不是伐喜 伐喜是受持佛法 烦恼消除 这个业障消除 从内心 现在人说的内心 不远外境 申请了一种快乐 申请了一种快乐 他不是舍受 不是我们讲禅定的这种舍受 他比这个舍受还要自在 超越世间四禅八地 不是 甚至你学大成 不是二成所能比你的 这种快乐 所以你看像佛菩萨 他发无量 这个无尽心 无尽心 近未来几 身影一夜 无有疲厌 面面相续 无有间断 所以这表示啊 菩萨在静缘当中 他得到了这个法喜 所以他愿意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他在他的修行上得到了法喜 他近未来记 无有疲厌 无论众生是怎么对他 无论他遇到什么环境 他心里面都安住本心 助于真如佛性上 永远不会退转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佛 就是要知道这一层的道 这世间它是苦的 确实是苦的 只是我们没有办法觉察 然后呢 在这苦境当中 这佛在经上讲 在鬼窟里做活祭 所谓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 重苦充满 圣可不畏 因为我们六根 攀缘六成太严重了 所以呢 没有办法觉察 那这个就是一种迷惑 而且是很深 很深层的迷惑 我们昏迷指数非常的高 可是呢 却以为自己是清醒的 那这个真的是 迷惑到了极处了 所以呢 希望大家学佛 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要学 而且知道佛教的重要性 这样才能够发心 才能够知道说 我的烦恼喜气要放下 我的贪嗔痴要放下 我的爱欲不能够再增长 这个来道场啊 就有利益了 这就是功德 因为这个功德啊 是世间出世间啊 是第一殊胜的 因为你能够啊 明白什么叫自信 能够透明本性 我们就讲到这里 阿弥陀佛 好的 棒搜索 谢谢大家